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27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大家好 這一節是聯合廣播 我們也隔了很長時間沒有聯合廣播 很久沒有了 早快我不在了 因為很多時候 節目裏面如果互動多一點 其實就可以 我對上一次跟你一起做節目就是錢之見的論壇 已經是 9月頭 9月頭 一個月之前 再之前就很久了 好像是6月或7月 我們也會加強一些聯合廣播 還有我們10月5日應該會回到主頻道 我們 到時可能會一個星期 最少有一兩天是聯合廣播 先暫定 我其實傾向這個星期做一次 類似總結 講一下那個星期的大事 大家講一下大家的看法 很多時候一個人做節目 最初我們做的時候 我一個人做不到節目 最初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最少有幾個人 互相互動 即是衛波 一個人做不到 自傳自喜 我最初不可以的 我最初一定要找一個人 坐在我對面 聽我說話才可以做到 現在我不用了 對著螢幕已經來了 螢幕已經變成聽眾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那個 可能做得很久了 訓練也多了 其實內母做節目 我們 經常會一起討論話題 但是 當大家討論話題的時候 反而撞了很多 不同的火花出來 是你一個人做節目的時候 撞不到的 這次 這宗APEX 今天我們這一節 想說 討論一下APEX 這宗APEX 就是李家超那宗 李家超那宗也是編局 那個癡漢李家超 他癡心一片等著美國回心轉意 哪有可能呢 美國當你批准的時候 他就要復你了 他批准你也不減去了 李家超 他打算陳茂波去到英國 英國比較壞 因為印度人家 印度政府就是廢了 陳茂波跟陳茂波沒有被制裁 沒有被制裁 你自己不照自己的鏡頭 英國也被罵得很厲害 這個保守當政府是自殺的 這個貪錢的印度人家 我們說回JPEG 不是APEX JPEG 我今天早上再看 其實他的手法 跟以前的倫敦金的那群騙徒 是沒有分別的 大家之前在Facebook 經常看到一群 一看就知道是古惑的人 穿到三件透西裝 但也看不出 脫不了那股露味 男女也有股露味 三件透西裝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能穿得到的 由於我們那個 界別 法律界的人會穿 但很少人會穿三件透西裝 因為三件透西裝是一些很傳統的英式的 裝束來的 如果不是專業界別 你很少會穿三件透西裝 很欺負人 坦白說 就算你是做法律界 你是大狀 也不是每個人都能穿的 有差不多一年多 尤其是資深程度高的人才能穿 你很年輕就能穿很難看的 更加沒有理由是那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在街上跟你駕駛跑車 穿三件透西裝 像拍戲一樣 哪有人相信的 其實那群年輕人 做倫敦的那群年輕人 那群年輕人的樣子 那群年輕人的樣子 還戴著一條粗金鏈 好像在看 以前古惑仔 的電影 好像是古惑仔 所以很離譜的 現在的加密貨幣 坦白說是進步了 他們會 整系列的跑車 然後 就去看樓 請保鏢去保護他 其實 更加膽怯 因為 買樓的人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錢 他們沒有買過樓 不知道 買樓在上面的人 每個都有錢 比他們十倍的 那些人買樓呢 排隊那些 好像七一遊行那些人 很多的阿叔去到售樓署 你看他的樣子 以為他拿縱緩的 以為他跟人家是黑的 所以 這些人完全是沒有接觸過有錢人 沒有見過人家有錢 他自己幻想出來的 原來 買樓一千萬casho以外好像很厲害 人家 剪兩塊指甲出來也買了五層樓了 所以那些是 完全是不認識的 很明顯一看就知道是破賊 然後他們 就立即 香港人覺得 跑車就是有錢人 你知不知道其實有很多道具 當年我告訴大家 我從來沒有在我們節目上報告 為甚麼塞浦路斯項目我們當時要停停 其實就是我們 發覺了對方好像不太有了道 而且 就是有些洞味 因為當時我們叫他 我們要合作 我們要發展那個項目 我們要查他的名字 查不到他的名字 他就說他找人代詞 我也可以這麼說 李仔幫我代詞 那間長江集團 是我們家族的 不過是找李仔來代詞 李仔叫甚麼名字 叫李嘉誠 我爺爺就叫他李仔嘛 可不可以這麼說 哪個項目 你都說了 然後他駕駛的Bennie跑車出來 給我們看 之後 我在街上看到他 經過他 眼尾都沒有看著這個Bennie跑車 我就知道他租回來 我很眼淚的 看到那個車跑 不是啊 早兩天你還駕駛的Bennie跑車出來 一會兒駕駛的車經過的時候 你不覺得 自己的車跑不記得嗎 租回來 這些細節 我們一眼我就覺得 這個人可能 是擺門的 太多江湖術士 太多江湖術士 太危險了 所以我們一向都說 不搞合作 從來都不合作 說真的我們從來都不合作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好像很好 但是 當你一看下去的時候就知道 那些是炸樓灘的 甚至乎不是真的 失時隔慢已經是嚴重的 有些人也有突然是假的 失時隔慢失道 有些人也不是你 有些人是假扮失時隔慢 實際上不是你 主要是假扮失時隔慢 隔慢從來都不是他 所以我們當時叫停了塞浦路斯的項目 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覺得 其實對方好像不太信得過 最終 當然是被抓到了 而且英國真的是開放BNO 那些人就真的被湧光了 所以不要搞了 一開了就只會搞了 所以很多時候 以前我們做生意 我們接觸人 其實 人有沒有錢呢 不是看他們的物質 不是看他們的物質 很多東西 你當然要了解 千萬不要看表面 加密幣 太過身輕了 所以變成他們有機可乘 因為 持有加密幣的人有機會是 年輕一點 比較沒有錢 但是就說自己炒加密幣 發達的 因為外國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變成了每個人都盯著這件事 尤其是香港的這群人 看中了這個市場 亦都因為他是加密幣的特色 變成比倫敦金更加寬鬆 你說投資了那些錢 那些錢去了哪裡 其實是不知道的 然後跟你說輸了 他控制了 加密幣的交易 他那隻叫做JPC 任他控制 有一個人 初初投5萬 後來越投越多 投資了幾百萬 現在拿不回了 他投資了200萬 那些帳面上升了10倍 有2000萬 但是拿不回現金 有甚麼用呀 跟你呢 玩手機遊戲 玩手機8加6 你知道我贏了多少錢嗎 我贏了4000萬億 你能夠救到中國大陸 你可以救到中國大陸 我直接可以賣 恆大也買得起 買20家恆大 買了壁桂園 買了壁桂園 買了 總之中國政府欠的責 那你搞奧運也行啦 不用搞亞運 全中國都是欠650萬億人民幣 我4000萬億 買了美國 我可以救7個中國 在網上拜託 網上拜託 我征服了世界 我在AOE裏面 那是甚麼意思呢 你拿不到現金的東西 真的有4000萬億 在白家樂那裏 跟打機一樣 打機而已 所以 這個 這次的加密貨幣騙局 其實真的是 有人發達的 就是 你的荷包的錢 搬到我那裏 我去日本旅行 你給錢我 我有錢代的 你沒有得代的 你是賺帳面的 我是實代的 我就非日本啦 大家知道啦 所以 你覺得 原因就是他們以前 他扮不了 香港 傳統的有錢人都扮不了 加密幣是最好的 外國有很多例子 問題就是香港 香港人看的東西 太表面了 所以才能推出那麼多 假裝有錢人 沒錯 我們經常 在節目中踢爆了很多人 我們是專門踢爆 這個節目我們現在做 但是還有很多事而不死 雜誌收到錢就幫他們吹 然後就說他們很有錢 一直都是 我們不要緊的 我們這個節目 會繼續揭露 繼續揭露 繼續踢爆這些假富豪 沒錯 現在 其實 我覺得網上 很多主流的意見就是 每個人就是想看那些人坐牢 尤其是陳怡和林作 我看到那個呼聲是最高的 這兩個人真的挺恨憎的 其實不止的 還有其他人 但是那些沒有那麼出位 所以那些沒有太多人關心 最關心的那些人 這兩個人就是 最喜歡罵戰的 最喜歡引人戰 引起這個討論 去拿知名道 去增加他的曝光率 之前好像是幣少那些 幣少那些是派錢的 我現在覺得陳怡盈一點 不過他走到日本 他在罵政貪會 林作不敢罵 已經歸宿了 林作的老母在 林作的主要職業是兒子 什麼都是問他老母 人家真的會問他老母 我不是說髒話 說了一次 其實他也好 有個老母 即是日後那些是歸正的 老母還有很多新家給他 坐完出來 還可以做一個好人 更新人士 更新界KO了 因為他有很多界別的 每一個界別都做不長 最新的加入界別就是更新界 一次的 高登有的一部影片名稱 是甚麼 闊少在監獄上的坐牢日紀 還是能不能拍續集 他大件上次 他看過前後 看過後 現在還在抓人 還在抓人 因為這宗太蠱蜜 這件事開了個頭 又沒有政治問題 又沒有美國 又沒有英國說要反對 你到底憑甚麼 叫香港政府收手 沒有任何原因要收手去放你們 所以我也有理由相信 曾蔭權那些很雞毛蒜皮而已 坐下遊艇 住下深圳大屋 也很雞毛蒜皮而已 一樣說他們貪爭 深圳大屋也沒有去住 租約剛剛簽了 也沒有住 你想想 曾蔭權那些那麼小事 其實追殺到甚麼地步 還有法例很嚴苛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現在的那個也是普通法來的 處謀詐騙嘛 我沒有見過人打脫 你可以看看 之前被告到這些都沒有人 尤其是今天牽涉得多 他們要判七年 超高定罪率 這條控罪 也不要緊啦 袁爸爸所說 年輕人坐牢可以當作一些磨煉 包括他評論自己的兒子 那麼像楊岳橋說話 人生更加精彩 他說人生更加精彩 他真的說的 不是我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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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他的兒子也是這樣評論嘛 這次我們暫時說了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老婆曲 誠意邀請經濟的朋友訂閱Patreon 拜拜